2015年是梁海斌的人生轉折點 他成為海員 有機會到30多個國家 看大千世界 探尋歷史真相 去年疫情期間 因為中共的政策 很多在海上漂了一年的海員被擋在國門之外 3、4月份 海員們拉出橫幅 高喊口號 梁海斌當時寫了文章聲援百萬海員批評當局 他說 海員是中國航運事業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其他國家都很重視海員的權力保障 但中共完全不關心 而且中國海員無法拿到全額工資 合同到期才刻意休假 還要把全套證件寄到公司 由公司保管 才能拿到尾款 第一次跑船時 梁海斌還發現船上有兩份工資不一樣的合同 他說 中國沒有加入ITF框架協議 所以 百萬海員權益得不到保障 有的船不是掛中國國籍的 他們去掛香港籍 巴拿馬籍都有 這些地方是有簽署協議的 他說 你中國以後可以自得了他 梁海斌幫同事討心 討說法 還在巴西把公司給告了 成功拿回自己應得的工資 不過 如果遇上中原這樣的央企 海員們就只能自認倒楣 不僅壓榨得更厲害 而且有諸多手段去賄賂檢察官 梁海斌表示 海員是個危險職業 遇到大風浪或遇到海盜 甚至在長期封閉的有度空間 每年喪生的船員不知有多少 有的年輕人剛從學校畢業 上船不到兩個月就喪命 公司還要去坑海員 在賠償的保險金裡做手腳 隨著對歷史的深入瞭解 尤其是去年疫情爆發後 梁海斌看到了中共如何無視生命 踐踏人權 這讓他忍無可忍 4月 他冒著被抓的風險 選擇公開發聲 真的是 這不是我想要的國家 太 太讓我心痛了 14億中國人啊 他們為什麼要都這樣的痛苦 共產黨迫害這個法輪功學員 活生生的一條生命就這樣子 被迫害致死 多麼的可怕 走出國門 梁海斌才發現 法輪功原來是很好的團體 他怒斥中共的邪惡作法 梁海斌感嘆 中國正一步步地 被邪惡的力量侵蝕 是非常好的語言 很多老百姓願意去判斷 去學習這個東西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共產黨天真是是造反的 而來的這種天價 其實人家並沒有威脅他 他就主觀意識上去認定 這些人將來不威脅到他們的政權 然後就開始螺絲任何隊員 煸造謊年 把他們打成邪教 抓人 殺人 無恶不夠 梁海斌感嘆 中國正一步步地被邪惡的力量侵蝕 看著大陸百姓被中共洗腦到不知如何愛國 他很痛心 他說 如果一個政府做錯了 我們卻不敢去糾正它 這不是愛國 堅定地反對中共邪惡政黨是在捍衛憲法 他也堅信 正義一定會戰勝邪惡 中共已經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千千萬萬有良知正在覺醒的中國同胞 都有著一顆正義善良的心 一顆不願與邪惡為伍的心